香港机场在经过两天瘫痪后 机管局14日表示 已取得临时禁制令 禁止任何人在机场非法集会 目前香港机场通道也开始进行管制 只有持登机证的离境旅客 或持有相关证件的机场员工 才能获准进入 综合中央社与自由电子报的报道 机管局提醒旅客至少提前三个小时抵达机场 预留时间接受检查 同时机管局已在客运大楼四周 设立了进出检查点 警方及机场保安人员 在场协助相关人士进入客运大楼 另外港铁在稍早前也宣布 调整机场快线服务 以配合进出机场管制安排 前往机场及博览馆方向的列车 改为每25分钟一班 往香港方向的列车服务 每12分钟一班 香港机场13日被大量港民塞爆 导致旅客无法出境 还传出有中国公安记者遭港民殴打 救援人员的工作也受到阻碍 引发不少议论 自由电子报报道 对此一群香港示威者 14日发布公开性致歉 并表示自己太过冲动 面对极权以卧底形势渗透 竟以愤怒过激的方法回应 他们在声明中也提到 会反省检讨改进 应保障旅客离港的权利 应协助医护人员进行救援工作 应尽量不阻碍记者工作 并强调不怕面对问题 最怕就是因为他们的失误 而使得大家不再支持运动 解放军东部战区陆军的微信公众号 今天针对香港反修例风波等事件 发表文章评述 香港经济日报报道 该文称从深圳湾附近的春节体育馆出发 抵达香港只需要10分钟 距离香港机场仅56公里 文中并配上一张蝗虫图片 图片中有港独分子字眼 同时指出2019年8月8日是立秋 而蝗虫在秋天会逐渐绝机 此外该文还提到基本法第18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第2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武装警察法第2章第7条规定 并提到邓小平文选第3卷 旨在香港驻军还有一个作用 可以防止动乱 那些想搞动乱的人知道香港有中国军队 他就要考虑即使有了动乱也能及时解决 反送中风波延烧 13日示威群众持续塞爆香港机场 一名被已混入示威者中 自称旅客的男子被捆绑为欧送医 之后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錫进表示 该男为旗下记者傅国豪 不过事发不到一天 14日中午就传出妇男经救治后已出院 而且精神状况不错 综合港媒报道 傅国豪上午出院时还戴着口罩 接受主要为中国媒体及香港亲中媒体的访问 但他一度表示现在不方便受访 却又声称自己在香港遵纪守法 不公布记者身份是为了自保 另外有媒体问他为何要说I love Hong Kong 他回答我本来就love Hong Kong啊 据报傅国豪14日凌晨被送往马嘉烈医院救治 之后中国全国政协委员 香港新闻工作者联会主席江在中 以及港区的中国全国人大代表吴秋北等人 曾前往慰问 他出院后被送上车离开医院 但相关报道没有提到具体去向 香港反送中运动11日报大规模警民冲突 有警方人员进入港铁发射催泪弹 港铁逾700名员工 14日进行实名联署 要求公司强烈谴责警方影响铁路安全的各种行动 自由电子报报导 港铁员工声明指出 港铁公司若适当阻止警方进攻车站的行为 将可避免前线员工及无辜乘客卷入冲突之中 并降低受伤风险 然而港铁公司目前固于配合及依赖警方 没有肩负其保障员工及乘客安全之职责 亦有政治不中立的嫌疑 要求港铁公司应促请警方重视铁路安全 避免使用催泪弹等大规模武力 以免伤及无辜 声明亦要求港铁公司应自主调配列车及车站运作 而非盲目的配合警方要求 声明最后要求公司应彻底清除港铁系统中的有毒粒子 恢复市民搭乘港铁的信心 环石记者赴国豪13日在香港机场被殴 当时他说我支持香港警察 这句话被中国官媒人民日报在微博转贴 进而开始发酵 自由电子报报道有网友观察到 许多中国艺人陆续开始转发人民日报的贴文 并以我也支持香港警察的主题标签表态 知名艺人黄晓明、刘诗诗、吴景岩、杨幂、TFBOYS等均在内 网友表示这股跟风的发文潮 可能会继中国一点也不能少之后 成为最新一波转发潮 目前人民日报的该则贴文至少有460万人转发 路透引述消息人士指出 中国安邦保险集团应陷入财务困境 已准备求售旗下24亿美元的日本地产资产 而这批资产的前东家黑石集团则出价争取收购 报道指这批资产主要为东京等大都市的公寓大楼 安邦计划卖掉从黑石手上买下的整个资产组合 安邦2017年以24亿美元左右价格向黑石购入这批资产 创下全球金融危机以来 日本最大房地产交易 中国政府去年2月接管安邦 而北京当局自那时候期已加速处分安邦的资产 美国贸易代表署13日宣布 延后对部分中国3000亿美元输美出口品开征10%关税 但商务部却也在同天将中国最大国营核能企业 广和集团列入实体清单 综合玛尼DIJ与据恨网的报道 美国商务部工业安全署13日发布联邦公报 指广和集团及三家关系企业 以及总部在香港的一家公司 应将美国科技挪作军事用途 所以将被纳入实体清单 报道指中国广和集团 是中国国有的最大核能发电企业 美国主要是为了阻止该集团 将核能技术转用到军事用途上 另外核能发电也是中国制造2025的重点项目 美国此举也是为了透过禁运措施 制约中国的高科技发展 2018年中国汽车销量创下28年来首度负增长的记录 自由时报引述中国媒体证券日报报道 中国20家主要上市车汽 包含上汽集团广汽集团等 平均负债额年年上升 2016年为8098亿人民币 2017年升至1.127兆人民币 2018年再升至1.157兆人民币 创下负债总额的历史新高 报道指负债的车汽以上汽集团 比亚迪及长城汽车负债最为严重 分别负债4980亿人民币 1339亿人民币 591亿人民币 光上汽就占20家车汽总负债额的43% 有分析指企业负债如果持续超过80%甚至更高 说明企业的经营面临较大风险 因为企业几乎没有自己的资产 大部分资产是靠债务形成的 中共建政将满70周年 中共中央对意识形态管控紧缩 中央社报道2019年上海书展 今天在上海展览中心开幕 今年书展充斥中共建政70周年的主旋律正能量 整体布置全以中国红为基调 而由于两岸当前政治气氛敏感紧张 去年上海书展一度设立的台湾图书专题馆 今年转而改为台版图书专区 以往可以被解读为是历史客观描述的中华民国一词 也变成审查的敏感词 一律都用千字笔涂黑 据悉今年上海书展仍引进了3000种 共计一万册的台湾图书 时报远流三民连京等上海民众 比较熟悉的台湾出版社皆有参展 香港反送中风波没有消停趋势 台湾前总统马英九今日表示 香港应快让时局稳定下来 若再这样发展下去 香港真的是万劫不复 香港经济日报报导 马英九今天出席活动时 回应媒体提问 他表示香港人民担心失去免于恐惧的自由 另一个逃犯法令本身没有问题 问题是定定后香港政府是否坚持 不要给人民失去免于恐惧的自由 他又说发展到这个阶段 香港应该尽快让时局稳定下来 若再这样发展下去 香港真的是万劫不复 他呼吁大家坐下来好好谈谈 谈出一个结果取代当前的抗争 对世界贸易组织一直持批评态度的 美国总统川普 13日再度扬言 美国将在必要时离开这个重要的国际组织 综合中央社与港媒报导 川普表示如果WTO亏待美国的情况没有改善 美国就会选择退出 他同时表示WTO已经欺压美国多年 他之所以如此不满 是因为WTO给予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 损害了美国利益 这并非是川普第一次威胁要离开WTO 早在他在竞选总统期间就认为世贸组织过时 当选后他也一直对WTO提出批评 报导指美国政府2017年以来一直杯葛WTO 上诉机构成员的任命程序借此削弱WTO功能 分析提到美国这些举措基本上已对WTO造成永久性的伤害 到了今年12月上诉机构恐怕只剩一名成员 危机已迫在眉梢 社群媒体龙头脸书近期才因用户资料外泄而备受检视 如今又有美国媒体爆料 脸书聘雇承包商转入使用者对话为文字 中央社引述法新社报导 对此脸书承认却有此事 但表明是有用户许可才这么做 目前已经停止这项做法 报导指脸书表示这个程序是为了测试人工智慧解读讯息的能力 其中唯一受到影响的用户是在Facebook Messenger应用程式中 选择开启语音对话转入功能的用户 据报这些承包商也不清楚脸书要他们把语音转入成文字的目的 亚马逊 苹果与Google都提供语音助理服务 也都坦承曾为了改善产品服务而搜集使用者对话